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這個 這個部分的東西 就是把以前的直線跟平面 的關係把它中整在一起 所以他在談這個 直線跟平面的這種 在空間中對應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呢 有一個就是平行相較或垂直 那這種東西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但就是說要把 把之前學過的一些東西 稍微把它統整在一起 所以前面學過的不能夠忘記 前面學過如果忘記的話 前面學過如果忘記或還不會的話 接下來這邊就會更辛苦 所以 這個東西反正都是累積的 累積的 好 所以 平面跟直線 直線跟平面之間 或平面跟平面之間 它其實不外乎就是什麼 不外乎就平行 那如果不平行的話呢 當然就是什麼 相交 對不對 你一條直線跟平面 你沒有平行 當然是不是如果歪斜的話 就會產生相交 所以不外乎平行或相交 那相交可能又包括什麼 垂直 所以大概我們在這一章 就在討論這些關係 好 先討論比較簡單的平行 平行 直線跟平面平行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這個從很直覺的那種推理概念來看也知道 我們要看AB 就是平面以外的一條直線 跟這個平面有沒有平行 那我們其實這種推理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找平面上如果有一條直線 那假設這個Q平面 我們找一條直線CD 那這個CD直線跟我平面外面的一條直線AB 如果它也是平行的話 那我就可以確認這個AB直線就會跟我的Q平面是平行 對不對 這種邏輯推理都非常簡單 空間的邏輯推理非常簡單 但是這樣一個概念呢 待會我用在投影圖就非常有用了 就是找平面的一條直線 然後這條直線如果跟空間中的直線平行 那這個空間中的直線就跟我的Q平面是平行 現在重點你要討論是什麼 直線跟平面的關係 不要搞錯 好 概念是這樣 那這邊就會用到我們之前提過的 你怎麼樣去找平面上的一條直線 對不對 這個上一個Chapter 前一章提到的 我們在平面上怎麼會找一條直線 對不對 然後另外也會應用到什麼 空間中兩條直線平行 這樣這種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把之前的 前面提過的東西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投影圖當然就是比較抽象一點 就是比較有點 這給你一個三角形ABC 那給你一條直線EF 那你要判斷 那這條EF跟我的平面三角形ABC 這邊少一個C 這邊少一個C 會遮掉 好 這個平面跟我的這條直線 有沒有平行 從投影圖上你看得出來嗎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一個什麼 負斜面嘛 然後這個也是一條負斜線 那我們怎麼樣判斷EF跟三角形ABC 有沒有平行 從投影圖來看 當然如果你從立體圖來看 當然是很明確 那所以你要反推 從投影圖反推他們兩個物件 在空間中有沒有平行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用到 用到什麼 用到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原理 我首先要判斷這條直線 跟有沒有平行 我就先要能夠找到什麼 三角形ABC上有一條直線 如果跟EF平行 因為EF是given 已知的對不對 我先已知EF 那按照我們剛才的那個定理來說 那我只要找到 三角形ABC上有一條直線 能夠跟EF平行 那我就可以證明 EF就跟ABC平行了 對不對 所以找 所以我們要用到什麼 找三角形ABC上一條直線 那當然這個是投影圖 所以水平投影再上 直立投影再下 所以這個是第三向線投影 那反正不管第一向線第三向線 它的原理都一樣 所以我們先看看 我們要在三角形ABC上 找一條直線跟它平行的話 當然我們先 那平行空間中兩條 如果是負斜線的平行的話 那它基本的概念就是 它在水平投影在直立投影 都是平行嘛 所以我們就先在 三角形ABC上面找一個 先找一條什麼 找一條直線 那三角形ABC找一條直線 這個是上禮拜 上禮拜講過的嘛 我們就找 從AC這個邊找一個點 然後呢 在BC邊找一個點 然後畫一條直線 使得 強迫啦 先強迫這條直線 因為這是水平投影的直線 跟我的EF的水平投影 這兩個要先讓它平行 我先強迫這兩個 先讓它平行 那這樣找到的這個 所以MN這條直線呢 因為N的端點跟M的端點 都是在三角形ABC的兩個邊上嘛 所以我就能夠確保 MN這條直線 就是三角形ABC上的直線 對不對 好 那這條直線 它如果在水平投影 是平行EF 那我還要再看什麼 因為我們要確認EF跟MN 是不是也能夠平行 所以我必須要把MN的什麼 直立投影也要把它畫出來 好 那MN的直立投影畫出來 當然MN剛剛我們說過啦 是三角形ABC上的一條直線 它在水平投影已經平行EF 這是我們強迫給它的啦 這是我們強迫 一定要讓它先這個平行 平行完之後再去找它的直立投影 那直立投影找出來之後呢 再看看這個直立投影 跟我的EF的直立投影有沒有平行 如果這邊也平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EF就是平行MN 然後MN又在三角形ABC上 所以咧 所以EF跟我的三角形ABC有沒有平行 就平行了嘛 就這樣 但是如果你找到的 因為你如果強迫它的水平投影是平行 但是如果今天你找到的直立投影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直立投影跟我的EF的直立投影沒有平行 那雖然它在水平投影是平行 但是它在直立投影是不平行的話 那EF跟MN就不平行嘛 那所以EF就沒有平行三角形ABC啦 那這個時候就是什麼 Y斜 對不對 那Y斜呢就會產生焦點嘛 那至於怎麼找焦點 所以這是下一個Tabic跟我們要在談的啦 所以今天至少要判斷說 我怎麼樣去判斷一個直線 跟我的一個平面是否平行 然後原理 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什麼 平面上一條已知的直線 然後看它跟這條線有沒有平行 如果有的話就平行 沒有就不平 沒有就歪斜啦 OK 所以這個很簡單啦 再講一遍是吧 兩條線平行是投影圖 怎麼說 要怎麼判斷 就兩條線要平行就是它在 我們至少如果是兩個投影面嘛 那兩個投影面是不是都要平行 對啊 這個沒有問題嘛 那 平面上面你怎麼找一條直線 對就是 平面上你要找一條直線很簡單 就是平面上找兩個點 平面上找兩個點 就是那兩個點都在平面上 那好 那我現在因為我要確定 剛剛說過那個原理 這個原理 這個原理知道吧 只要這條直線 跟我的平面上一條直線平行 那這條直線 就會跟我的Q就是平行 這樣清楚嘛 那所以 它裡面會用到的就是什麼 你要找三角形ABC 因為三角形ABC 現在就是一個Q平面 這個Q平面上面找一個 找一條直線 在三角形ABC找一條直線 那我們就隨便找 不是隨便 就是在三角形ABC 你先找兩個點 那這兩個點 當然這是在水平投影 那我要先使得它在水平投影是平行 平行已知的 這個EF是已知的啊 那這邊平行 我就有機會能夠再確定F 確定它的直立投影面 是不是也是平行嘛 所以我先在三角形ABC的水平投影 找一條直線 找它這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就是三角形ABC上的直線 的水平投影 要讓它跟EF的水平投影是平行 然後呢 這邊對過來 我就會得到這個MN 就是三角形ABC這條直線的直立投影 那這個直立投影 如果也跟已知的EF的直立投影是平行 那就代表這兩條直線是平行 那這兩條直線平行 然後MN又是在三角形ABC上 所以我就可以去推論 EF這條直線就是平行三角形ABC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一個 重複的一支推理 重複的一支推理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case 那你說我如果要從F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反正這個都是隨便 你只要原理正確就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先從EF 從它的直立投影去畫一條直線跟它平行 然後再對到它的水平投影 看看有沒有跟這邊平行就好了 所以是一樣 那這個呢 一樣的概念 現在是假設有一個平面 但是現在平面是用什麼 這個畫法叫什麼 叫G trace 一個是直立基 一個是水平基 那我們現在已知一個點A 那我要做過已知點 就是A點 的一條水平線 然後它要跟平面 這個平面就是我的這個負斜面 來做平行 那怎麼做 原理是跟剛才的概念是一樣 概念是什麼 現在只不過差別是我現在 這個點是 我要做一條直線 一定要穿過A點 而且這個點 這條直線呢 必須是水平線 而且這條水平線呢 又是必須跟我這個Q平面是平行 所以額外多了一個條件是什麼 多了一個叫水平線的概念 過A點 在空間中做一條水平線 然後要平行我的Q Q這個直立投影 Q這個負斜面 那怎麼辦呢 這邊有寫 這是Q平面是一個負斜面 那我要先在Q平面上圈 去做一條水平線 水平線的定義知道嗎 水平線的定義就是平行 什麼 水平投影面 叫做水平線 那我在Q平面做一條水平線 就是這條水平線 就是在Q平面的 然後呢 我們再從A點 從剛剛說的A點 去做一條線 這條線會平行 剛才說Q平面這條水平線 那就是可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嘛 那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對不對 這個就是平面上一條線 那我要過A點 再做一條水平線 這條水平線又跟Q平面的水平線平行 所以它符合 我們剛才說的平行的那個原理嘛 直線跟平面平行的那個原理 平面上面一條直線 那我過A點做一條直線跟它平行 那這條直線就會跟我的Q平面是平行 那只不過現在這條線不是任意的線 而是一條水平線 那怎麼做 那水平線因為其實很固定 水平線就是平行水平投影面的線 所以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剛剛說過你要在Q平面先做一條水平線嘛 那Q平面當然我們現在是用Trace 那這個Trace你怎麼畫平面的一條水平線 怎麼樣在用Trace 當你的平面是用這個Trace表示的時候 你怎麼畫這個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你怎麼樣以這個以知這個HQVQ 你怎麼畫一條水平線 而且是在這個平面上的水平線 要做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當然你要先在平面上取一個點嘛 那平面上取一個點 我們現在做水平線 所以我們在直立基這邊取一個點 所以直立基上面畫一個點 這個點是在直立基上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在這裡 水平投影在主機線上 那我們說過水平線的特性是什麼 它在直立投影面是平行主機線 所以我從這個直立基這邊的直立投影這個點 畫一條直線平行什麼平行主機線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水平投影這邊這個點 去畫一條直線平行我的水平機 平行我的水平機 那這條直線就會是在Q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這是上禮拜提過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畫 因為為什麼要平行在它的水平投影這邊 要平行水平機 因為水平機就是一條水平線 水平機就是Q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那水平機既然是Q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那它的直立投影當然就是主機線對不對 那主機線當然也是 就是我們說它是水平的嘛 那這個是水平機的方向 所以我要在一個平面 在畫另外一條直線是叫 在平面上 在Q平面上畫另外一條水平線的話 那當然剛說過了 水平機是一個特定的特殊的水平線 特殊的水平線 所以我只要在Q另外找一個點 畫一條直線跟我的水平機平行的話 那這條線就是過Q平面上面的一條水平線 所以這樣子的概念當然也可以啦 那我們因為現在我們只是要從額外的一個點 從已知的一個點做另外一條空間中的水平線 跟我的平面平行 那所以我們平面上面平行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的就是什麼 直接用的就是Q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Q平面上已知的這個平面 附斜面的一個水平線 那這條水平線如果 如果我能夠從A點再做一條水平線 跟它平行的話 那這個過A點的這條線 就會是跟我的Q平面是平行的關係啦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不用額外再去畫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QHQ這條水平機就是水平線嘛 那它的直立投影是在這裡而已啦 那所以我過A點 A點要做水平線 所以你反正沒有第二句話啦 你要過A點做水平線 所以你的A的直立機這邊 你要做一條直線平行什麼 平行我的主機線 這邊一定是平行主機線 那另外在水平投影這邊 A superH這個呢 從這邊再拉一條直線 平行我的什麼 平行我的水平機 平行我的水平機 就從這邊拉出來 那這樣你得到的AB AB這條直線 就會是過A點 而且呢它也是水平線 而且它又平行我Q平面的水平線 所以因此我的AB就會是 我的AB就會是跟我的這個Q平面的平線 所以這個也沒有很難啦 但是就是有些基本的概念你要 你要一直要稍微把它稍微背一下或記一下 那這樣你在做推理的時候才會比較有依據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做數學推理也是這種概念啦 在數學推理你有很多基本的定理 你要知道之後你才能夠去往下延伸去推出一些東西嘛 那這邊只不過今天我們今天談的不是數學 而是空間 是空間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的推理 所以 所以我說我們其實所有的課 基本上都是在訓練你們邏輯推理 那只不過今天是用數學的工具 還是用什麼不同的工具而已 好 剛才看到的是直線跟平面平行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平面跟平面是平行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平面跟平面平行的話 的原理也很簡單 這也是我們上禮拜有提到的 我們通常的平面 就是說我們在投影圖的平面 當然不會真的畫一個框框出來 除非當然是三角形才會畫框框 那我們說過平面的表示方式 最簡單的就是兩條相交的直線 兩條相交直線就可以代表一個平面嘛對不對 所以類似像這個S平面 它就是CD跟DF 這兩條相交的直線去span span展開的一個平面 那Q這個平面呢 就是AB跟BE這兩條相交直線span展開的 那我要看S跟Q這兩個平面有沒有平行 那其實如果我們當 如果我們的直線 我們的平面是用兩個相交直線去展開的話 那要看它平面有沒有平行 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是把這兩個相交直線它所對應的 對應的直線 就像CD是對應什麼AB嘛 那這兩個直線有沒有平行 或者是DF跟我的BE有沒有平行 那這兩個對應的直線如果都平行的話 那這個兩個平面就互相平行 有沒有 這個跟這個平行 然後這個又跟它平行 那當然這兩個展開的平面就一定是平行啦 所以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原理啦 好 所以接下來利用這個原理你就可以做一些圖啦 過一個K點 所以 已知三角形的ABC 那你要從K點做一個平面去跟它平行 K點已知啦 三角形的ABC已知 那我要做 過這個點做一個平面來跟我的這個三角形的ABC 是平行 那怎麼做 按照剛才那個原理嘛 那剛才那個原理是怎麼樣 有沒有印象 剛剛說過 是兩個對應的 雖然今天你這個平面是用三角形的ABC表示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三角形的ABC 其實就是把兩個相交的直線另外一邊把它畫出來而已嘛 對不對 剛才這是兩個相交的直線 但是你這邊把它連起來就是變三角形了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三角形的ABC 你可以想想看 這是AB跟AC兩條直線相交嘛 那我現在要過K點 做一個平面平行它 那我過K點要畫一個平面怎麼畫 就是畫兩個相交的直線交在K點 畫兩個相交的直線在K點 那這樣子兩個相交直線相交在K點 就可以代表一個平面了嘛 所以 做法很簡單啦 我就從K的水平投影畫一條直線 平行我的AB 平行AB 然後呢 它的直立投影這邊呢 是平行AB的直立投影 這樣就是一條直線 另外呢 從K再畫一條直線 KN跟我的AC是平行 那一樣從這邊K 然後KN要跟我的AC的直立投影平行 那這樣的話 K這條直線跟KN這條直線相交所展開的直線 就會平行三角形ABC 所以不難啦 就是只是一個 但是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實在的感覺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個是投影圖就是這樣 三角形ABC你把畫 只要符合這剛才說的原理 那這樣所展開的平面就會跟我的三角形ABC是平行 所以看起來比較抽象一點啦 但是其實它後面都可以用 你可以去論述出一些東西 是合理的 那除了這個概念之外 還有像這種比較特殊的情況 你看看這兩個是不是平行 這兩個三角形是平行嗎 看起來好像它對應的東西沒有很平行對不對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說過香蕉嘛 香蕉的看起來好像好像沒有 那但是這個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這個平面如果在這邊有這樣子 那這個是什麼平面 我們說過平面有很多特殊的 沒有很多啦 也只有兩種特殊的那個什麼 特殊的這個的情況嘛 那這邊如果是端式圖 這邊因為你平面理論上投影應該是平面 但是它變成一條直線 所以這個叫端式圖嘛 那這個端式圖代表 它在直立投影面是垂直嘛 好所以這個叫做單斜面 這個叫單斜面對不對 那只不過這個單斜面是垂直直立投影面的單斜面 那垂直直立投影面的單斜面 我要看它平行是不是更容易 因為它是垂直我的某一個投影面嘛 那我只要看它端式圖有沒有平行就OK啦 是不是 因為假設今天兩個平面都是垂直我的地板 對不對 那我要看它有沒有平行 就看它端式圖那一條直線有沒有平行就好啦 那條直線如果平行就代表這兩個端 這兩個單斜面 因為它是垂直嘛 那垂直的話它在其他部分就會平行 所以只要在這個端式圖平行的話 那它這個平面就平行 這個也很簡單啦 那另外如果是用 用Trace來表示 VQHQ VRHR 這是一個平面叫 Q平面一個平面叫R平面 那這兩個都負斜面 那我們今天如果這兩個Trace 直立基跟水平基都彼此平行的話 那當然這個平面就一定是平行 所以這個也是個負斜面的特性 今天如果是用Trace來表示兩個負斜面的話 你看這兩個負斜面的Trace 不管是在直立基 但同時要直立基跟水平基都要彼此平行 那這樣的話這個平面就會是平行的概念 那這個呢 這樣平面有沒有平行 這也是用G表示嘛 一個是Q 一個是W平面 Q平面跟W平面 這是什麼G 把這個G代表什麼平面 正垂面 正垂面的定義是什麼 垂直兩個投影面 就平行另外一個投影面 是 那所以這樣是正垂面嗎 應該是這個 那這什麼面 垂直面 垂直面 垂直面是屬於哪一種面 單斜面 所以這是單斜面 上禮拜畫過不要忘記 但是這個單斜面是垂直哪一個投影面 垂直哪一個投影面 單斜面是垂直某一個投影面 正垂面是平行某一個投影面 所以它 它會在某一個投影面 是沒有Trace的嘛 對不對 那是正垂面 那單斜面呢 單斜面是垂直某一個投影面 所以 所以它在三個投影面 其實都有了 都有Trace 那 那這個比較特別 那不是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有三種類型的單斜面 第一個就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一個是垂直直立投影面 一個是垂直側投影面 那這三個不同型態的單斜面 它的Trace上禮拜的圖畫過啦 那這樣子看得出來這是 它在直立基 它的直立基是垂直主機線 那這樣子的投影面是 是垂直哪一個投影面 垂直水平 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這個看起來當然要稍微 腦袋還是要想一下 動動了 它直立基是垂直主機線 但是它的水平基是歪斜 那這種東西是什麼 是 是單斜面 但是它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那所以有一個名詞叫垂直面 垂直面 但是我覺得那個名詞翻得不太好 反正這個 你知道這個就是一個 垂直水平投影面的單斜面 所以它的特性是這個 這個 那 那這兩個投影面有沒有平行 這兩個單斜面有沒有平行 好像是有啦 因為 它雖然是特殊的平面 但是其實重點是還是在它的這個 因為它是垂直 剛才我們不是 這個也是一個什麼 這也是一個單斜面 那單斜面我們說它垂直 因為它端式圖 但是這邊是垂直直立投影面 那所以它的 它的trace應該會是什麼 它的trace應該是這樣 然後它的水平呢 因為 如果這個三角形啊 把這個三角形無限放大 它會跟我的直立跟水平還是會有交線嘛 那就是trace嘛 那我們可以想像到它的trace 在直立基這邊 那它的直立基應該是在這裡 那它的水平基應該會長怎麼樣 要怎麼樣 垂直直直立投影面 不不不 垂直這條主機線 對啊你想想看喔 你今天一個平面垂直我的 這樣子對不對 我是垂直直立投影面嘛 直立投影面 那所以呢 它無限延伸下來的時候 它跟我的 它的水平投影 不是水平投影 就是它的這個水平基 應該就是垂直主機線嘛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 如果你是單斜面的話 你只要是看它的端式圖平行 就是平行嘛 那這個也是一樣啊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的 它的端式圖其實就是在這邊 就是它的HQ 或是它的HW 那這兩個平行 所以它就是平行 所以 這邊其實大概只是看一個 就可以知道它是平行 因為它這是一個特殊的平面 好 所以平面跟平面 剛剛是直線跟平面 然後接下來是平面跟平面的平行 那當然如果平面跟平面不平行 那就會產生相交 就會有交點 不是交點啊 就是產生交線 面跟面會產生交線 不平行再產生相交 那相交就會產生交線 對不對 那這個交線怎麼去找 這個接下來我們要看的一個重點 那交線怎麼去找 首先 如果我們說過 我們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特殊的情況就是說 這些平面如果是特殊的平面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會比較容易 包括像什麼 如果你的平面 我們在討論兩個平面相交 如果它的其中一個平面是正垂面 或叫單斜面的話 那就很方便了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話 兩個平面的交線 我們就可以利用端式圖去求出來 那怎麼去求我們待會看 那這種方法就叫端式圖法 其實也很簡單啊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有一個平面是特殊的平面 那 你自己想想看 假設今天我有一個負斜面 有一個負斜面 是歪斜的 跟我的偷移面的歪斜 那我今天如果有一個是 跟它另外一條直線 另外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如果是所謂的單斜面 它如果今天是垂直我的水平偷移面的話 它就相當於是 就相當於是說 就相當於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是 解一下啊 有一個是負斜面 那我這條是正 這個是單斜面 我這個單斜面 就類似跟它切一刀下去 那切一刀下去 它就產生交線嘛 那切一刀下去 這個交線是不是也會落在什麼 落在它的這個端式圖上面 所以如果兩個平面要產生它的交線 最簡單的情況下 如果其中有一個平面 是所謂的單斜面或正垂面的話 那它的端式 它的交線就會呈現在它的什麼 端式圖上面 這樣可以想像出來嗎 就是說我的交線在上面 那我從上面往下切一刀嘛 因為這個所謂的切一刀 意思就是類似這個刀子 是垂直我的這個頭裡面切下去 那這樣切下去的話 我的這條線就會直接也落在我的這個什麼 它垂直的那個端式圖上 這樣可以想像出來嗎 所以類似利用這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去找這個端式圖 那當然這是當然我們Lucky 如果有一個平面是這種情況 我們才有辦法 如果不是當然就要另謀方法了 好 先看這個最簡單的 如果今天我一個三角形的ABC 跟我的這個Q平面 那這個Q平面呢 是一個正垂面 那這個正垂面 這個正垂面跟我的三角形的ABC相交 就會產生一個膠線嘛 那因為這是正垂面 所以它基本上是 因為是水平面 所以它是平行水平投影 所以它跟我的直立投影 跟側投影都是垂直的關係嘛 好 那從這立體圖能不能看出來 那我的 我這個膠線怎麼求 從這立體圖啊 可以看出來嗎 這個就是它的膠線嘛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說 切一刀這樣子 這個特殊的平面就像是切一刀 這樣切下去 跟我的三角形的ABC切下去 產生這條膠線 那這個膠線 因為我的Q是水平面嘛 所以它跟我的直立投影是垂直啊 那這條膠線 會不會落在它的什麼 直立上 直立基上面 就是我這樣子 負斜面 我這樣切一刀過去 那我這個膠線 當然就會一直 一樣會延伸到什麼 延伸到我的端式圖上面 好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 所以從這個端式圖 我們就知道 從這個立體圖 我們就知道 這個它的膠線 它的膠線一定會落在它的什麼 這個Q平面的端式圖上 那所以 那當然 這個是它的水平 水平投影當然就直接把它拉下來 但是水平投影因為不好做嘛 所以我們就先從什麼 先從它垂直的那個投影面去做 好 所以 這個三角形ABC 我們來對應看它的投影圖 三角形ABC的直立投影 跟它的水平投影在這裡 那我今天VQ 今天我的Q平面是一個水平面 所以是正垂面 所以它只有這個水平 直立機 那這個直立機 當然就是平行我的主機線 因為它是 跟我的水平投影面是平行 所以你的直立機 過來在這邊 這條投影 這個直立機 跟我的三角形ABC的直立投影 產生的這兩個焦點 這兩個焦點 就是什麼 這兩個焦點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這個什麼 焦線 Q平面跟三角形ABC 焦線的直立投影 它的直立投影就是 直接跟它切一刀 然後產生的這個焦線 就直接呈現在它的 直接呈現在它的直立投影面這邊 所以 我可以直接利用我的VQ Q的直立機 拉一條 這條直立機 反正就是平行我的主機線 然後它會跟我的三角形ABC 這個直立投影 產生了兩個焦點 這兩個焦點就會是我的 MN的這個直立投影的點 那知道這MN的直立投影點 當然很容易的你的水平投影就畫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MN代表的就是什麼 Q平面跟我三角形ABC的焦線 你這個是特殊的端式圖 VQ是端式圖 那我切過去的情況之下 它的直立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 MN的直立投影就落在什麼 落在VQ 這個N也會落在VQ 就這個類似 假設這邊是個直立投影面 假設這邊是直立投影面 那當然它的這個 我這個Q是水平面嘛 所以我的Q 那我把它拉到這個直立投影面這邊來看的時候 我的M的直立投影就落在什麼 落在Q平面的直立機上 N的直立投影也是會落在這個Q的直立 它的直立機上 所以換到投影圖來 就是類似你這邊畫一條平行 主機線的這個直立機 那這個直立機 跟我三角形ABC 三個這個投影 產生了兩個焦點 這兩個焦點就會是它的焦線 然後把它對應下來 就得到它的水平投影 那MN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焦線 所以這邊有一些說明 你們自己就參考一下 這重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是特殊的平面 然後呢 這個是三角形ABC負斜面 所以跟它垂直的 跟它垂直的那個投影面就是最重要 因為它的垂直投影面就是有產生端式圖 那利用這個端式圖 我就可以去切出我的焦線在哪裡 好 那 那 接下來看說兩個三角形 那這兩個三角形的焦線 當然一個三角形DEF 這個是一個負斜面 那但是三角形ABC呢 就是一個單斜面 因為什麼 它在水平投影這邊 呈現的是一個段式圖 而且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垂直直立投影面的段式圖 那 同樣的道理 我們剛才這個是 是一個水平面 是一個正垂面 但是現在我這個是一個單斜面 那單斜面好歹也是有跟某一個投影面是垂直嘛 那 以這個來說 這個就是跟我的水平投影面是垂直 的單斜面 好 那因此 我這個三角形ABC是一個單斜面 那三角形DEF是一個負斜面 那我要看這兩個三角形的焦線 那我們就要從一樣 從它的端式圖 那它的端式圖 剛剛說過啊 端式圖就是 因為端式圖就是一條線 你原來是一個面 現在變成一條線 那這條線就像是 像是那個刀子的刀鋒一樣 切下去那條線 所以這條線 要跟我的三角形DEF的水平投影 這邊要產生一個焦線 對不對 那但是因為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焦線 那但是很簡單啦 因為這個三角形 只不過是一個平面的一個小區域嘛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把這個三角形DEF的兩邊往外延伸 因為我們可以說這個三角形DEF 就是EF這條直線跟DEF這條直線相交產生的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把這兩條直線稍微往外延伸 可以嗎對不對 然後呢 我的三角形ABC的這個端式圖的這條線 也可以往外延伸嘛 往上往下延伸都可以 那這樣一延伸 它就會跟我的三角形DEF 這就產生兩個焦點啦 產生兩個焦點 那產生的這兩個焦點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焦線的水平投影 它的焦線的水平投影 所以呢 延伸過去 它這邊跟我的這邊產生一個NH N的superH 這邊是M的superH 好那知道了 之後呢 把它對應下來 對應下來 那對應下來的話 這個是DEF的水平投影 所以你要對應DEF的直立投影延伸 延伸上來 然後跟它相交產生的 這個就是M的superV 那同理呢 DEF延伸過來 你的M的superH拉進來 這個是M的superV 那這樣連起來 所得到的直線MN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單斜面 三角形ABC單斜面 跟我的負斜面DEF所產生的焦線 就是這個MN 這樣知道嗎 就是看起來好像很抽象 但是 但是其實就是 它是都可以去解釋得通的 所以重點就是 有一個是單斜面 然後利用這個單斜面 這個刀鋒去跟我的 另外一個負斜面相切 那只不過現在切不到 當然就延伸了 剛才的這個也是延伸 對不對 這個類似一個單斜面 這是正錘面 所以這條線 這個鋒利的線切過去 就是得到它的 得到它的焦線 就在這裡 OK 所以這是 類似利用單斜面 單斜面跟我的三角形 產生的焦線 所得到的結果 那接下來這個呢 就 從剛才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是 兩個平面相交產生的焦線 那但是如果兩個平面 都不是 都不是特殊的 就是說 沒有一個是特殊的平面的話 就是沒有單斜面 也沒有正錘面的話 那怎麼辦 那這時候就更複雜一點 更複雜一點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用一個 叫做輔助平面的方法 就變成說你沒有辦法 直接從它的投影圖去畫 像剛才我們那幾個 都可以直接從投影圖去畫 就從已知的投影圖去畫 那現在這兩個如果都是 負斜面的話 那我們實在是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那所以呢 當是負斜面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是窮則變 變則通 那我們怎麼變呢 我們就利用輔助平面 那輔助平面的概念是什麼 你看 這個課本寫一個R 一個R平面是負斜面 那這個應該是P 他畫錯了 應該是P平面 這個P平面也是一個負斜面 那我們現在就自己 去畫兩個平面 去畫兩個輔助平面 畫哪兩個呢 就畫這個Q平面 那這個Q跟S呢 有兩個啦 Q跟S 那Q平面是一個正垂面 因為Q平面 為什麼要畫正垂面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正垂面跟負斜面 它的交線很容易畫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正垂面 畫一個Q是一個正垂面 那這個Q正垂面 就會跟我的R 產生一條交線 對不對 很容易畫出來 那這個Q正垂面 跟我的這個P 也會產生一條交線 這條線也很容易畫出來 那這兩個線 三個面相交會共 會產生一個什麼 三個平面相交 會產生一個什麼 會產生一個點 會產生一個點 所以 那這個點怎麼來的 就是把剛才的Q跟你的R 產生這條線 以及Q跟P 產生的另外這條線 這兩條線 就保證一定會交在什麼 交在Q平面上 會產生一個交點 那這個交點 這個交點 同時也是P跟R的什麼 P跟R的交線 中的一個點 這個交點 這個交點也是P跟R的交線 交線的其中一個點 所以利用這個Q平面 你可以至少可以先得到 P跟R所產生的一個交點 那另外呢 在如法炮製 在另外畫一個S的正垂面 那這個S的正垂面 一樣會產生兩個交線 兩個交線之後產生一個交點 那這個交點又代表是 R跟P產生的交線的另外一個點 那把這個兩個交點 K1跟K2連起來 就會代表R跟P平面的交線 所以它就稍微麻煩 稍微麻煩一點 它就變得必須要利用 輔助平面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 剛才我們說過 這個正垂面跟負斜面的交線很容易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等於是 把剛才的那個做圖做幾遍 做四遍 因為你要畫出四條線 對不對 因為你有兩個正垂面 所以每一個正垂面 跟一個平面都會產生兩個交線 對不對 兩個交線 所以做四次 做四次產生兩個交點 連起來就是 就是它兩個負斜面的交線 所以這個叫做輔助平面法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額外要畫一個平面 來輔助它來做的 那因為這個輔助平面 要是正垂面 所以又把它叫做擱面法 就是類似擱 剛剛說過它是垂直一個平面 就是類似擱一個平面 把它擱出來這種感覺 所以輔助平面 或叫割面法 都是這樣一個概念 好 所以 這個就是它的投影圖 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其實你把它想通也沒那麼複雜 三角形的ABC是Given 直立投影水平投影 DEF 這個是它的投影 那我們說過 那我們今天要畫 這兩個負斜面要產生交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用輔助平面 所以我們第一個輔助平面 假設叫做VQ1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平行 它是一個正垂面 我們說要用正垂面 那這個正垂面它只有在直立這邊 在直立投影面有直立基 在直立投影有直立基 在水平投影都沒有了 好 所以很簡單 VQ1 我就一條線 樂樂等就把它畫過去了 平行我的主機線 那這個畫過去的過程中間 跟我的三角形ABC 跟我的DEF的直立投影 都會產生兩個焦點 那這個焦點就是什麼 就是Q1這個平面 Q1這個正垂面 跟我三角形ABC的焦線 E2 那這個E2對應過來 當然會產生什麼 EH2H 對不對 EH2H 那另外 另外剛才 34 這邊再延伸過去 跟我的三角形DEF 會產生34這兩個點 那這個是34的直立投影 對不對 然後對應下來 它會產生3H 這邊4V對應下來 會產生4H 所以得到34的水平投影 好 那把34的水平投影 跟12的水平投影 拉下來 它會延伸產生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K1第一個點 好 那K1的點的水平投影 知道之後 當然它的直立投影就在哪裡 它的直立投影就是在這個G上 還是在這個G上 所以對應上來 這就是K1 SuperV 好 所以這樣你得到的K1 SuperH 也得到K1 SuperV 好 這樣知道了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輔助平面 幫助我們得到第一個焦點 那第二個點 當然重複的步驟 剛剛就說過重複嘛 就是第二個輔助平面Q2 也是一個正垂面 那這邊一樣會產生兩個焦點 然後對應下來 對應下來 然後這邊有一條水平投影 延伸過來 那這邊同理做過來 那這邊產生兩個焦點嘛 對應下來 然後來拉下來 所以產生另外一個線 那產生一個焦點 這個就是K2 那把這個K2再對應上去 它的水平基得到K2 SuperV 好 那把K1跟K2連起來 K1跟K2的直立投影 水平投影連起來 這條直線就是三角形的ABC 就是這兩個三角形的什麼 產生的焦線 所以很複雜 但是其實就是重複的步驟在做而已 但原理都差不多 原理都差不多 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這個K啊 這條線 哪邊 這條線啊 因為我們先利用 因為直立投影這邊等於是 你只看出它直立投影的焦線點嘛 對不對 那對應下來 它有一個EH2H嘛 那所以這邊產生一條線 那另外這邊三 同樣這個直立基 它會跟另外一個三角形 產生兩個焦點 三跟四 那三四的水平投影過來 這兩條線 兩條線這邊就產生一個焦點嘛 這就類似剛才說過啦 這兩條線 Q1 這個是Q1 那Q1跟我的R 產生一條線嘛 那Q2跟我的P 又產生一條線 那這兩條線就產生一個焦點 這個就是我的K1 所以得到的K1H在這裡 那K1H在這裡 它的K1V呢 就是在它的主機線 在它的那個直立基上 所以得到K1SUPERV嘛 就這樣啊 那 那這兩條線 那K1 K1H K1V知道 那另外同樣在另外一個輔助平面 K2H K2V 那一樣 K1H K2 K1H 這兩個就代表什麼 這兩個就代表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的水平投影 那這邊就代表它的直立投影 所以把它對應的連起來 連起來 這樣的條直線就是它的腳線 OK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稍微複雜一點 因為它是負寫面 它並沒有辦法說你的其中一個平面 是特殊平面 所以 所以比較容易 所以因此呢 我們自己要額外去畫那個特殊的平面畫出來 它才有辦法去幫我們找到負寫面的交線 OK 所以原理大概是這樣 好 這個 概念完了之後呢 其實接下來類似的 就是兩個平面相交 其實 我們可以用 剛才這個當然是用 用這個所謂的 輔助平面的方式 因為三角形ABC跟DAF都是負寫面 所以我們必須用輔助平面 才有辦法找到它的交線 那如果今天負寫面是用G來表示的話 當然相對就容易了 你看從這個立體圖 你會很清楚知道 當Q平面跟S平面無限延伸 產生這個trace的時候 它的水平基 它的直立基 在它的 在直立頭裡面 會產生一個交點 這個交點 就是它的交線的一個端點 對不對 那水平基 HQ跟HS也會產生一個交點 這個就是N 那把這兩個連起來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就是它的交線 所以相對來說 如果平面 你的負寫面 如果是用平面基來表示的話 那我要討論它的這個交線 就相當容易 所以 這個是它的 X的直立基 這個是Q的直立基 那這兩個直立基相交 產生的交點 這個就是它交點的直立投影 那水平基 X的水平基 Q的水平基 產生的交點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N的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交點 那當然這是N的SuperH 那它的水平 直立投影呢 是在這裡 那剛剛這個是N的SuperV 它的M的SuperH 就是在主機線上 所以呢 把水平投影接水平投影 直立投影接直立投影 所以得到的就是它的交線 所以這個 相當 相對是容易 相對是容易 那這個又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其中 這也是用Trace表示 用平面基表示 那Q是一個負斜面 但是R呢 是一個什麼 R是一個正垂面 那同樣的 這樣子還是有交線啊 對不對 那只不過這個時候交線 怎麼去去做 因為剛才 剛才這兩個 兩個Trace在直立投影 在水平投影 各有一個交交點嘛 所以很容易 但是因為你現在 一個是負斜面 一個是正垂面 那正垂面它只有一個基啊 它在另外一個投影面就沒有基啊 那你就沒辦法產生兩個交點 那怎麼辦 那其實這時候 你就要從它的立體圖 或從它的原理來看 因為你的R是一個正垂面 它是平行水平投影面的正垂面 所以它只有直立基 它並沒有水平基 那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這個VR 這個R平面 竟然是一個平行水平投影面的正垂面 所以它上面的所有的直線 都是什麼 都是水平線 因為R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所以R平面上面的所有的直線 都是水平線嘛 就是平行水平投影面的線嘛 好 那所以它今天跟我的Q平面 產生的這條交線 一定也是水平線 而且對不對 就一定也是水平線啊 剛剛說過 R是一個水平面 水平就是它是一個正垂面 正垂面平行水平投影面 所以R平面上的所有的直線 不管怎麼畫 它都是什麼平行水平面 水平投影面嘛 但是今天R又跟我的Q平面相交 那相交 產生這條交線 當然也是一條水平線嘛 好 所以這條線是水平線 那這條水平線 因為交線就是交集的意思對不對 交線就是交集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交集 所以這條線 交線 既屬於Q平面 也屬於R平面嘛 那我們剛剛說過 因為R平面 這條交線是屬於R平面 也是屬於Q平面 那因為我們說過 R平面上面的所有的線 都是水平線 所以這條線 也一定是水平線 那既然這條交線是水平線 它又是Q平面 所以它就可以推論出 這個交線就是Q平面上的水平線 對不對 所以交集就代表它有共通的特性嘛 所以這條線在R平面 所以它是水平線 那既然它在Q平面 所以它也是Q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那因為Q平面今天是負斜線 那Q平面是負斜線 那它的這條負斜 這個負斜面上面的水平線 只有一種類型 只有一種類型 它雖然還是有很多水平線 就是說在這個Q平面 還是有很多水平線 還是有很多在Q平面上的水平線 但是它都只有一個類型 就只有一個斜率啦 只有一個斜率 那所以它一定會是什麼 這條水平線呢 一定會跟我的HQ是平行 因為我們說過 Q平面上面的水平線 的代表就是什麼 就是水平基嘛 所以水平基就是Q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那它的交線 因為又是Q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所以這個交線 就會一定會跟我的Q平面 這條水平基 這兩個一定會是平行 一定會是平行 好 那從這樣的一個原理 推論知道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 怎麼去從它的投影圖去畫 那一樣 因為有VQ有HQ 但是你這邊就有VR 那我的VR呢 會跟我的VQ產生一個交點 就是這個交點 那從這個交點呢 這個是交點的直立投影 那它的水平投影在這裡 那我們剛說過啦 因為這條交線 這條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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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交線本身是一條水平線 所以當然它在直立投影 就是平行主機線 那平行主機線 所以當然它這條交線的直立投影 也會在我的什麼 VR的直立基上 就是在RP面的直立基上 所以它跟它基本上是重合的啦 所以從這邊拉一條直線 當然就不用拉 這跟VR是一樣的啦 所以這條交線的直立投影 會平行我的主機線 那完了之後呢 因為這條線 我們說過它也是一條水平線 所以它在水平投影這邊 從這邊的交點 N的SUPERH 再拉一條直線 平行我的水平機 所得到的這條線 那這條線就會是代表什麼 代表是R跟Q平面的什麼 產生的交線 而且這條交線正好是水平線 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是這種比較特殊情況 比較特殊的情況的時候 你就要去分析它原始的這個立體圖 大概是怎麼樣 你才有辦法去畫出它的投影圖 那不像剛才前面那個例子比較簡單 兩個如果都負斜面 反而比較負斜面 那它因為它的trace彼此會相交 所以你就可以馬上把交點算出來 但是這邊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正垂 正垂是只有一個G 那另外一個是負斜 所以它有兩個G 那這樣子的話怎麼辦 那你就可以去推論 因為它是正垂面 所以它上面是水平線 那水平線 既然它是水平線 所以我們等一下畫一個Q平面上的水平線 那Q平面上的水平線 過這個已知的交點 那你就按照你們上禮拜的一樣 做一個類似的題目 你就可以去畫一個平行HQ的一條直線出來 那這邊是平行主機線 你就可以把這條交線就畫出來了 所以這樣一個推理也是一樣 就可以應用在我們在畫一些 比較特殊的負斜面的交線的時候 怎麼去應用它 那因為接下來還有一個新的議題 接下來就是看你們的作業有沒有問題 我們來討論你們的作業好了 好不好 OK